前段时间,杨颖过了自己34岁的生日,相比之前有黄晓明各种送惊喜,略显落寞,但也常常被拍到带着小鲜肉弟弟们一起玩剧本沙,放飞自我。 而另一边,前夫黄晓明的感情故事也仍旧活色生香。 他被爆出恋上了二婚的叶柯,女方是身价不菲的女网红,平时晒出的照片中,不是豪宅就是名车,朋友圈非富即贵。 房间传闻,今年31岁的叶柯毕业于深圳大学,家境一般,但如今却凭借自身奋斗,名下有八家公司,事业涉足服装业、美容业、餐饮业。 他的前夫叫王明金,富二代出身,两人还有两个孩子。 叶柯是如何认识黄晓明的,外界不得而知,但两人从去年二月就疑似有了交际当时的男方刚刚官宣离婚。 他们先是一起晒出同款手工汤圆,后来又被扒出住在同一栋房子中,然后就是一起用餐备拍一起逛画展灯。 同年五月,叶柯自曝早就离婚了,当时也有自称了解他的人出来加料,称因为其前夫出轨导致离婚,他也获得了夫家九位数的家产。 但关于和黄晓明之间的绯闻,叶柯回应过,他当时发文怒对,恶意编排造谣,是我无法接受了,准备起诉了。 但是没想到的是话音未落,黄晓明就在一次晒自己和妈妈,姥姥的旧照中被眼尖的网友发现端倪。 叶柯在前一个月的元宵节中,也曾晒过同样的盘子,当时配文是家燕,乐园人员是试园,意外地给两人的恋情在天实锤。 然后就到了今天,他们又神奇地传出疑似已经领证结婚了,叶柯也确实被发现于前两天在晒出的照片中带着一枚钻戒。 不过,关于这次的传闻,两人都没有出面回应。 倒是有眼尖的网友发现,即将于3月25日举办的微博之夜活动中,黄晓明和杨颖即将同台出现,得到消息之后的网友马上去问。 这俩人一起出现,不尴尬吗? 而对于黄晓明即将再婚的传闻,也有不少网友显得非常无奈,杨颖这是彻底没戏了。 但事实上,如今的杨颖身家超过50个亿,每年以几千万的进账,步入了顶尖梯队,难道还会在乎前夫二婚吗? 就等下死了。 你也 grace到 después。 跟对几千万的澳心?